那么灵是什么性呢?灵的至性是什么呢? 那我们例如看1534,我们都算1534 那其实在它背后,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1534 为什么我们能够这么讲?因为在背后就有零了 如果没有零,这个一不能说是一千 没有这两个零,这个不能加500 所以零胜,其实是定位的胜 把那个位定出来了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是给于来法神功的定位的 才定在这个世界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就是给于来法神 定位在这里 给于来法神定位在这里 就是因为于来法神有这个零圣 有这个零圣 有这个定位圣 等于一个影光瓶,有种种定位性 所以因此我给于A态,B态,C态不同的定位 他们就显现 正因为一个影光瓶可以出现不同的画面 不同电视台的画面 它能够定位定出种种的台 所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影光瓶其实就是零圣 就是空圣 现在用佛家的语言来讲了 so let's talk about it using Buddhist terminology 于来法神有功能生起死井 可是于来法神并不是像照护主一样来生起死井 它其实是把死井定位 那因此此之井这可以显现 所以我们 talked about the idea earlier 这个影响 我们的影响 的影响 是基于 的影响 的影响 但是 我们要注意力 是 这所发生的影响 的一概念 那一概念 的一个状人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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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解释刚才的问题了 为什么我们把荧光瓶说是零 是空胜 等于说我们怎么把荧光瓶发生 赚成十空生 所以这回答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理解 荧光瓶是零 是零 是同时我们理解 那是零 有这种温度的零 这个荧光瓶就是零来法身 这个荧光瓶就是零来法身 这个荧光瓶有功德 由于零来法身功德生起实景 就等于零光瓶有功能生起影像 因此我们就说 影像的圣是零光瓶的圣 零光瓶的圣我们把它叫做空圣 这样讲 这才是真的讲于来讲 其他的书本各种 说的很多很多来讲 零来讲 都不做编辑的 还有很多是把零来讲误解的 我刚才只用时间不多来讲 可是我理解怎样 能够理解到怎样 我发了四十年的时间 四十年包括法王跟我的教育 然后我自己做研究 还要做修 然后再请教法王 然后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and these forty years of work include the teaching of the guru or the teacher of Master Tan Dujung Mendoche his own research his own practice and then his further inquiries about his understanding with his guru Dujung Mendoche and it's this long line of work that allows him to come to this particular understanding 解释无可真论的 对于雅来讲的说法 如果不是怎么讲 那就对雅来讲理解都不够了 and this understanding is indisputable if not understanding this way there could be lots of problems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and let me add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n recent decades there has been lots of criticisms about this Buddha nature doctrine especially from the Japanese academia it's because of different sorts different kinds of guessing different kinds of misunderstanding I should say about the Buddha nature 可能现在你们会问 那么雅来战跟缘起有什么关系 我们说时景 在智景上升起 那些时景不是胡乱地升起的 他们要跟着缘起来升起 我们讲的缘起 是讲相爱缘起 什么叫相爱缘起 就是说 自言界 也可以说法界 有很多对我们妨碍 我们升起的因素 我们一定都把所有 这些妨碍的东西 都能够使用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生存了 我们的生命就升起 例如我们要在这个地球上成为生存 我们一定能够使用的 我们一定能够使用的氨气 所以氧气这是一个相爱 凡是不能复使用的氨气的人 人就不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了 然后再讲,我们这个世界是三道空间的 所以我们生出来一定要变成立体 如果我们不是立体的,不能在这里生存 所以可能有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的生命 其实生命都不能在我们这个世界显现 所以相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相爱 所以因此我们这样相爱,我们就变成人了 如果只能适应不同的相爱 它可能就是小狗了,它就可能是蚯蚓了 所以这个相爱缘起,它是最高的缘起 就是说,它是最究竟地讲出我们要服从什么缘起才能成为有 有的意思就是存在与显现 所以,我们所谓的最高的概念 所以,我们所谓的最高的概念 是最高的概念 所以我们所谓的最高的概念 在这样的相爱缘起,现制作 存在于显现,这样的条件底下 刚才讲的生姬才可以发挥功能 刚才讲的了别才可以发挥功能 这是于来的功能 需要使用缘起 然后它才能发挥出来 所以在其他语言 为了这种荣誉 或真实体的佛陀 为了这种活动的活动 它必须接触到这种障碍 否则有任何存在的存在